字幕志愿者 李宗熙 逢星期三上架的Share We Talk 请来李宗熙聊天 他几年前离开了无线 转行做了正骨师 透过牵引按压 帮人解决腰痠背痛等等的问题 他做歌手入行 99年经训练班加入无线 多年来都有做小生意支持演艺梦 也都做了十几年保险 几年前身体向起警号 他思考人生的新方向 因为他一句说话 去了学做正骨师 艺人转行靠自己努力养妻活儿 观众都很支持 我们听听李宗熙的故事 在2020年左右 那时差不多是疫症 也没什么要做 在家里我看了Facebook 发现了一个师傅跟人拍骨很厉害的 是否真的 我是演员 我看到他的客人是否在做会 开始追看这个师傅的一些片段 发觉不是骗人的 反应是真的 因为我们演员 我认识分你的反应是真是假的 如果真的可以帮到人 我也想 这是我心里的台词 我女儿有一天跟我说 他爸爸 他经常叫我学东西 他这么喜欢看这个叔叔 去拍骨 你为什么不去学 一言惊醒 梦中人 咦 是的 但我不知道我还不做到 机缘一刻 看见香港有类似的公司 当时我是无数置战的 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发求职讯 只是电邮他 我就进去 学了 叫做年轻学师 站在旁边看着他的师傅在做 看到多少 还没看多少 到了半年七个月左右 已经考了一张证书 我觉得好像这一套不是很足够 去了另外一个中医的整齐师 学了两个课 真的上他那里做年轻 也是做年轻 学完课读完 又去帮他做些学师的东西 做到这样 咦 可以了 上一手就开始 那个手法和中医手法是不同的 学多一样东西 好了 一直都想做 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说你现在做做帕骨 我都有一些问题 最初就是这样开始 我记得我有个朋友 叫黎澤恩 Ronnie 就是Mr.岳队的朋友 之前是柏范克英雄 做太子 很成功的那个 他是一个健身教练 他说中医 我有一个studio 在千参嘴 小小间 即是一间房 就有东西了 你租过时就乱进去做 他说我也有樽床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 因为那时候在找地方 有的不如来我去做 你有客人 当初是这样的 跟我另一个师兄 就拍着他做 我当时还是乱 拍着他做 有客人 都是朋友经朋友 一个介绍一个介绍 一个介绍一个介绍 就上去做了一段时间 我说不如我们自己开 因为现在我这个拍档 他的手法是很纯熟的 就是资深一点 在他身上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骨尾里面 我的姿势有很多 我又是靖不思 我又要负责文章 但最初建立公司 当然是辛苦 知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一脚踢 我老婆又负责跟我看货 接买计 在櫃面 想不到这个新闻一出街 很多观众 看了这个新闻 特意订阅上来支持我 他说宗熙 我觉得你这样很好 我觉得你是不屈不扭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觉得我这样 我觉得我只是 想学我喜欢做的东西 而做一样娱乐圈以外的工作 因为你知道那个阶段 娱乐圈没有工作 一定要回大陆 但是当时我儿子老婆乱 正所谓是吧 上有高堂 下有凄房 我又没有办法 可以放在家 上去几年 之前我听说我不好香港 其实我都觉得是真的 他说99%的香港演员 是找不到吃的 除非你家里有钱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相信我都可以说这个问题 我们当年训练班出来 和洋怡和徐榮 我们叫洪富仔出身 两千五元的薪金 我们真是熬出来的 正不知辛酸 也不是辛酸 其实你是喜欢这一件事 你才会做的 好像我们拍戏过 拍戏很辛苦 其实想起我们当初出来 训练班 做Cara Fair出来的时候 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在TVP 能熬得到 你出去做任何一份工作 你都不会觉得辛苦的 你知道我们拍摄的时间 可能在06-28 可能在06-28 收了工作 又06接 又是这样几个月 尤其是现在 你正在播戏 回到三角 又看回晚上 我很深刻的看到 是很累 是很辛苦 还要夏天 出去晒 六件衣服 那个感觉如何 当时拍摄的时候 很多人中暑 林峰也中暑 但是现在看回 是很回味的 其实在TVP 都学到很多东西 人们各个罵TVP 不好 怎样不好 当初我离开TVP 我都很生气 我说 做了几十年 无功也有劳 离开的时候 又要扣薪 又不知怎样搞你 过了几年 我想心一层 其实都没得生气 我是喝TVP 奶粉大去 我小时候 做完歌手 就是TVP 都可以叫养我 虽然不是吃得很饱 有了我 我先不死 他给了知名道 其实我都很感激 TVP 所以做人都要感恩一些 以及踏入了 现在我都 不计算了 我都五十岁了 年近半百 看东西的角度又不同了 以前的粉细执俗 什么都要抱不平 不适合我便会出声 冯曹波 波浅和我很好朋友 他提供我一句 宗熙 他说不要这样 有时候的东西 看穿 何必说穿 当初我不太知道说什么 近年我也觉得 有些东西可以看到 不用说 这是我人生 到这个阶段 我感受到的东西 年轻的时候 不是夸张 我认识的 我生日 最后是加州红 卡拉OK 那时我是二十多岁 那时我又搞酒吧 又搞Disco 又搞很多小生意 那时我生日 我可以叫200人来我的生日会 很奇怪 那时是人面咎 今天你见到我 你叫我找三十个朋友 坐下吃饭 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每个人要加了 要是结婚 要是娶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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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都没有出去喝酒几年 已经是一个生活改变了 以前我自己 刚刚说 我用其他生意去支持我的演艺梦 我做什么呢 当时我记得年轻人是做 唐一新的汪 你知道吗 在南郁方开了一间叫Mush的Clubbing 我们是第一批搞Clubbing 当时开张 陈慧霖又来 郭富城又来 Cookies又来 泽田又来 是Cable TV直播的 挺夸张 这间Club开张是Cable直播的 直播完之后 当然是好生意 做了两年 喝得很厉害 年轻人 年轻人不滋暴 喝到身体 当时妈妈又说 老婆又说都不懂 我还博她 我外母说 东西回公司 因为那时不是外母 那时是我老婆的妈妈 她说不要喝这么多酒 身体正要紧 我还拼着她 我说不喝酒 不用做生意吗 直到现在不能喝 Mush 好生意 两年之后 我喝得太多酒 接触了 之后就和阿星再搞另一间 那间 就不幸 拍档不好 可能被人吃棍 我记得那天 我还去减灾扶贫在港西 回来一星期之后 当是被人黏了 撿了一块 你明白 被人吃了一间公司 那没有了多少钱 到六十万左右 之后我又拍了一个朋友 那个人认识几十年 在添沙咀搞了打火锅 他本身自己搞了打火锅 很多年了 我入股下去 分了在三菱道 做了几年 那时又是喝酒 想得更厉害 喝到都是七彩 最终要结束两年 找到钱 之后做保险 我的朋友介绍我做的 做了十二年才没有做的 我对上两年前才没有做的 为何不做呢 一来公司要跑数 二来其实是很大压力的 我是一个很有贊心的人 我做得这件事 我希望做得好 你要跑数 而且客人入院 他指议了你 他肯定你要摄影 他肯定要摄影 有时不能摄影 客人会摄影 因为我见你瘦了 比起以前看电视的时候 其实是 有没有说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有 我刚才说 这就是赞我爸爸 我爸爸有两个老婆 我两个妈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我个个朋友都知道 不是秘密 我两个妈妈住在一起 一家人一哥哥 姐姐没有说你妈妈 我妈妈没有 全部都是在一起的家庭 我大妈和养大人 一臭都是我 在2019年的时候 年头我大妈过了身 哇 非常伤心 你看看我的朋友离开了我 我都可以这么伤心 这个妈妈 你看看我伤心到那个地步是如何 我都不知道 瘦了很多我都不知道 一天我去买豆浆喝 那个我卖的时候 他就看着我 他说 你先生 你没有什么 我有什么 他的潜台词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病 其实人们以为我生癌症 那时候我已经是 很没心机 一个月瘦了30磅 我第一时间去看医生 验血 其实当时有些症状 我有些脚震 眼眶 验完血之后 医生就说 东熙你带来专科医生 转介东西 我也知道这件事 一去看他就说 东熙你没有什么 他说你很大压力 没有什么夹矿 夹矿的品矿 他说你不是很厉害 我当你100%是指标 你已经是99.8% 他们要休息三个月 完全不要做事 当放假一样 三个月回来 你再帮我再多厌一次血 如果到时过了指标 你要吃18个月药 但吃了那些药 有机会眼睹 那些你也知道 那很大件事 那时候还要出镜 我已经睡醒了 好 先休息 我跟老板说 我不交班 不做了 什么都放下了 生意结束 那三个月 我真的是去休 睡到自然醒 晚上我又走公园 走了三个月 回到去厌血 没事 没事正常 你不用吃药 但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开始 我已经肥不回 你女儿有份 鼓励你做植骨师 太太也很支持你 其实你和太太的爱情故事 是怎么发生的 那是否凶者 凶者 那时候我记得 我有个朋友 陈兆邦 你知道谁 陈兆邦 我记得爱情同期 那时候我记得出去玩 他介绍了一些朋友 其中我太太在 当晚认识了 我觉得好像挺喜欢 那时候我没有女朋友 那就追一下他 追了一段时间 就跟我一起 没有的 那时候我也是做TVB 直到我做保险的时候 一直做 我跟他说之前 做生意 我找过钱 也被人吃了一间公司 没了很多钱 我去做保险 那时候人们说 做保险 没有东西才做保险 我老婆我说了一句 她老公 她说你现在是回銅河湾 隔级写字流的工作 穿西装上班 她说很好 你不用听人说这么多话 我支持你 到我这个年龄 经历了一些事情 其实我身边 没有了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我家 就是我妈 我姐姐 我老婆 我女儿 是我这一生人 最重要的人 你是欺负我 搞我 你可以忍 你搞我这些家人 我是不会跟你忍 我是跟你拼命的 我是这样处事的人 所以这几个人 是我心目中很重要的地位 我没有所有生意 没有钱都可以 我老婆和我女儿 在我身边也可以 你和老婆拍拖多久结婚 我27岁才认识她 现在我学50岁 20多年 拍了10年8年才结婚 我女儿12岁 我们2010年结婚 2012年我女儿出生 拍了10年 太太初做空姐 是否做到没有做 其实她不是不做的就是疫症 她是港龙的 她是很无奈的 她是不很无奈的 港龙做了很多年 她做了很多年资 她不是做最低级的 港龙又赔偿了 教育赔偿给她 她是没问题的 她是可以的 很开心的 刚好在我屈尾 我都请人了 要管数 我当然会找熟一点 我老婆帮开我一手 我的拍档就OK 她就来帮我 我见你陪女儿 中一去登记学校 其实已经有时间陪女儿 做一个好父亲 因为我爸爸 在我很小时已经过世了 你说我父亲节 父爱那些 我没有什么感觉到 不是单亲的 我爸爸小时过世 你多少岁走呢 爸爸 我七岁走 病 突然睡觉走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 现在的名称 老充血 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希望有时候 我见到她也很闷 见到我的亲戚 我儿子有几个小孩子 朋友几个小孩子 很开心 不开心很吵 吵也有人吵吵 我也是一个 她也贴着我 我也是贴着我老婆 所以我觉得她很闷 所以我尽能力可以的话 我都想多多时间陪她 其实你以为 没有人叫我回大学拍剧吗 我不舍得放下她们 如果我可以找一个朋友 或者亲人 和我面对面聊天 我希望找我2019年 离开了我的妈妈 妈妈 我很想念你 希望你在天上 可以保佑我们的家人 顺顺利利 身体健康 我很想念你 妈妈 我爷子 我在那里的家缺 你 想 Cool